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期觀眾跟粉絲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 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中國二十大之後習黨領政 現在呢 在美國內部的反中英派 把習近平定調為流氓的獨裁者 所以呢 蓬佩奧今天又有新的 這一個公開談話 仍然強調 中共是全球最大的威脅 那事實上昨天 美國國慶布林肯認為 北京正在加快統一攻台的時間表 特別是2027是一個關鍵的時間 但是美國國會為了打造台灣武器庫 今天也直接通過 100億美元直接軍援台灣 好 一方面軍援台灣的同時呢 Space明年也即將提早進入台灣佈局 那這裡頭擔心的當然是中國一旦封鎖台灣的話 那衛星的通訊呢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個環節 另外一個部分 國軍面對中國的這個文攻武嚇 萬一這個中共打了低級 今天國防部長邱國正直接說 國軍能打下來就打下來 但是紐約時報再度定調 習近平仍然是美國最大挑戰的同時 華爾街日報現在判斷 如果二十大召開之後 習近平的派系愛將人馬真的取得所有的大權 包含了他的愛將上海的李強 直接拿下新的總理大位 那中國攻台的時間點可能會提早 而這個壓力事實上已經擴散到台灣所有的製造業 電子業反正你就是要選邊站 你不選邊站 將來是要倒大煤的 所以今天李顯龍說 美中脫鉤一定幫全球經濟跟政治 帶來新的不穩定的變數 但是同一時間在俄羅斯的部分呢 美國警告俄國恐怕發射核彈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我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是王志盛 大家好 再是周韋航 大家好 再是陳敏鳳 大家好 再是文杰 大家好 再是黃創下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 在美國內部反中英派 直接把習近平定調為流氓的獨裁者 然後反中英派的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今天再度痛罵 他說美中關係會這麼差 當然中共是最大的罪魁禍首 而且他說這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 好 創下剛看到的是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直接痛罵中國的政權是流氓政權 反中英派的國會議員 今天也痛罵習近平根本是個流氓獨裁者 現在中國的二十大正在開 然後習近平的大權獨卵的時代即將開啟 所以美國已經定調整個中國是美國最急迫性的戰略挑戰者 而這個戰略挑戰者呢 蓬佩奧特別出來講說 其實美中關係之所以惡化 原因不是美國 是中國 事實上美中關係過去也可以很好 直到共產黨起來之後 美中關係才惡化 因為他是個流氓政府 而習近平就是一個新的獨裁者 流氓獨裁者 所以他特別示警 在這個時候 中國才是世界最大的一個獨裁者 他欺負過這麼多人 而且他現在特別示警 接下來核心就是欺負台灣 想要侵占台積電 而在這樣一個急迫感之下呢 美國國會在審查2023的國費授權法 先前是擔心 台灣政策法的整個流程可能來不及 所以他們要把台灣政策法裡面 將關於軍事軍購的部分 納入國防授權法 但是現在呢 他們更覺得說這樣子還不夠 所以他們現在國會直接通過 從45億美元 變成未來5年一直到2027年 變成100億美元 而這100億美元裡面 過去在他們台灣政策法的狀況裡面 是說要加強跟那些軍火商溝通 優先提供給台灣 但是現在刪掉這一個 直接的就把美國的庫存的 實在是每年給我們20億美元 其中美國庫存有多的武器 都直接的放到台灣 讓台灣打造一個武器庫 以免到時候緩不計及 100億美元要軍援台灣 而目前為什麼他們這麼急呢 連布林肯看到了習近平 在整個二十大的講話裡面呢 特別出來示警說 因為現在習近平打算改變現狀 想要加速統一 然後北京已經沒有任何正面的態度 想要維持現狀了 而是做出了根本性的決定 這根本性的決定就是 習近平決心在更快的時間內 統一台灣 而且不排除動用武力 將台灣控制在北京之下 然後說認為習近平呢 先前的時候和平統一已經行不通了 所以變成是威嚇強制的一個手段 而這威嚇強制手段如果沒用 習近平就可能用直接動武的方式 所以呢 台灣問題二零二七的時間表 就變得非常的急迫了 而這個急迫裡面呢 尤其是大家很多的專家 像唐安竹啊 像這些人都討論的時候就是 這個急迫感出現的狀況是說 中國要全方面的 叫習近平講的二零二七 要強軍備戰 變成跟全世界都變成第一等的軍事力量 沒那麼容易 但是他有可能集中軍力 專門以針對台灣 而且習近平呢 目前雖然沒有明確的表示時間表 但是習近平的意圖可能瞬間會改判 所以這樣一個急迫感 在美國一定要加強的戒變 而在這個整個急迫感之下呢 習近平不斷的在投資資源 投入軍隊 所以美國的傳統基金會 也開始回過頭來 檢視 那這樣一個急迫狀況之下 這樣一個流氓政權之下 怎麼辦去因應發現說 其實美國的軍力其實是很弱 美國傳統基金會定期的會去公佈 他們對美國軍力的一個評估 這是首次說美國的軍力是非常的弱 為什麼會講到這樣的狀況呢 是因為呢 特別講到就是軍力投送的問題 而軍力投送的問題呢 美國海軍到現在為止呢 還在進行的就是整個推動退役艦隊 還有30年以後的這樣一個造舰計劃 然後結果到了最急迫的2027年的時候 在最急迫的2027年的時候 美國的軍艦因為退役或怎麼造舰的來不及 只剩280艘 而中共解放軍現在都已經300多艘了 以後不斷的持續 所以當解放軍面對台灣最強的時候 卻是美國海軍最弱的時候 另外一個狀況是美國的庫存的武器呢 也從烏克蘭戰爭裡面發現有危機 到目前為止才短短的兩個月 美國送了他的庫存的80萬發的炮彈給了烏克蘭 兩個月的一個戰爭 就把美國兩年的庫存給用完了 所以如果美國庫存沒有加強起來的話 到時候戰爭延續了 對台灣來講都是不安全 也因為這些邏輯之下 所以國會才說要優先的把庫存武器 讓台灣成為一個重要的一個武器庫 而對這些狀況之外 你會發現中國真的在搶時間 最近的英國呢 突然發現至少有30名英國的戰鬥機飛行員 在COVID-19起來之後退休了 而退休之後呢 被中國挖角 以連薪27萬美金 大概是新台幣860幾萬 到中國去 而澳洲也有這個狀況 而這些人去了 他們可能飛過F-15 飛過F-16 或F-18 或標封或各種的戰機 其實他們去了以後呢 並不是要去教導 整個中國的飛行員當飛行教練 而是假想吉利中隊 因為中國可能是設想 到時候 他會跟美國的 北約的這些主要國家 這些主要的戰機 要直接的面對面 所以把這些人挖過去之後 是把他們開這些戰機的戰術 和所有的技巧 統統學會之後 作為他們因應的一個對策 所以我們剛看到現在畫面上是 英國傳媒正在盯這件事 他們將來也會全面管制 這一些軍事相關的國安人才 所以英國的國防部也開始講說 要去盯住這件事情 而且事實上過去的時候 中國也曾經想要挖腳美國F-35的 戰鬥機飛行員 目的都不是請他們當教官 而是當成他們的假想敵的一個訓練對象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而且現在還有更急迫 更讓人家擔憂的是 正常來講 二十大開到現在為止 過去的慣例 其實他的新任的領導 新任的常委的名單 大概19號都要出來了 可是到現在為止各種消息各種版本 至少三四種版本還在那傳 而話約日報出來了一個叫做 終極的最可怕的叫做 習家軍打包入場 這個方案傳出的是六個名單 而這六個名單 新的常委會是習近平 王滬寧 趙樂際 李強 李希和丁薛祥 而過去的時候 中共的常委通常是單數 只有一次 就是他覺得 明老師昨天我問他 他講就是有鄧小平的時候 六四天安門掌握一切的時候 只有六名常委 而且全部是自己人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真的造成的是 整個華爾街日報所講的 習家軍打包入場 終極方案 習近平會更強勢 而這樣一個更強勢 顯然習近平動武 對台灣2027的機率就會更高了 好 那明傑所有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昨天呢 這一個美國現任國情 布林肯說北京正在加速 統一攻台的時間表 但是今天美國國會立刻推出 100億美元直接軍援台灣 事實上呢 也是打造台灣的國安防衛能力 是的 我們看到這個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 那直接對外公開示警講說 習近平確實正在尋求任內加速 統一台灣 那他談到說這個手段 可能從和平到脅迫到甚至向武力來升級 這無非當然是回應 中共二十大習近平對台談話裡面 談到說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那美軍的實力到底為何 那美國的智庫傳統基金會 那這兩天公布了一項針對美軍 2023年的軍事實力的評估 那中間談到說整體評估來講 他談到說這個美軍 以目前陸海空三軍在將陸戰隊這些來說 整體的實力算是弱 用WEEK這個來形容 那大家其實也不要太意外 如果你有持續在觀察 傳統基金會每年一年一度發布 美軍的這個實力評估報告 其實分數都不是太高 那評估弱 那像去年來講 他是在及格邊緣 那各軍種又有不同的一個評估的標準 譬如說中間談到 美國的空軍的實力 比弱還要弱 就是非常弱 非常的弱 那這樣子大家聽會覺得 今天如果連美軍的戰力都非常弱 那到底誰的這個實力會比較強 這當然是一個相對的一個比較的方法 因為中間他談到說 譬如說美國空軍為什麼評估非常弱 他談到F-22的機隊妥善率只有50% 另外像美國陸軍 因為預算減少 去年縮減了590億美元的預算 同時像陸戰隊 裁測了從過去27個迎擊的兵力 減到21個 但是這都有相關的發展背景 包含把中莊的這些部隊 把它裁測掉 那像海軍來講最為 這個智庫所詬病是 他的這個造舰跟維修的能力 有持續落後 那雖然每年還保持有三艘維吉尼亞 幾何攻擊潛艦的能量 是超越這個中國的海軍 不過整體上面來講 非常的擔憂 主要是說 因為時間點 如果用2027年來劃分來說 剛才談到有美國的綜藝議員 一位叫加拉格爾 他就談到說 美軍現在發展的 不管是雷射武器 高超音速飛彈 甚至在ADC這個所謂戰場管理的這套系統 在2027年 在台海作戰根本完全用不上 那特別是包含像剛才談到說 海軍艦艇 那剛好美國的整個太除的計畫 到2027年是剩下280艘 但是中國海軍的數量 卻剛好處於巔峰 從現在216艘 到時候會增加到360艘 所以一針一減之下 讓這個美國的軍力恐怕 難以應整個台海的危機 不過這個中間當然也有 其實有其他的這個背景 譬如說他這次設定 為什麼憑美軍的戰力是屬於弱 因為他的假定是 美軍必須同時因應兩場戰爭 那這在過去來講 恐怕比較少見 那是因應現在最新的 國際情勢的發展 特別是烏克蘭戰爭的爆發 那中間他的研究員 也這個WOOD也談到說 美國因為軍援 烏克蘭各式 不管炮彈也好 精準飛彈也好 高達80萬枚 那已經消耗他的庫存 所以如果要同時 因應兩場戰爭的情況之下 對美軍來講恐怕 這一個會立有未待的這個狀況 那不過其實重點來了 這全篇的評估報導 最後談到一個 就是美軍必須要增加 他的國防預算 而且非常巧合的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 直接用了這一個 傳統基金會的評估報告說 美軍過去 現在來講 他的國防預算 佔整個這個GDP的3% 未來應該要增加到5% 甚至6%的兩倍 就等他直接Double拉上去 沒錯 這很可觀 因為今年他的美國國防預算 這個折合台幣將近22兆 那已經是全球 那以後就變成44兆 44兆 這非常的可怕 這是多少 中國跟俄羅斯加起來都不如他 所以其實我認為 這才是他把美軍的軍力評估 為弱的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美軍 就是為了跟國會要錢 跟美國社會 跟美國民眾說 趕快多的給我一點錢 我美軍才能更壯大 才能打敗中國 這一個威脅 所以這個傳統基金會 其實過去多年都已經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我們在觀察就是說 今天他在評估 當然是以非常嚴格的標準 在看待美軍 但是實際上美軍 有沒有如同他口中的這麼弱 如果今天這麼弱的話 其實坦白講 恐怕俄羅斯 也不會把美國放在眼裡 那更不要講 習近平也不會把 美國當成競爭對手 甚至假想敵 所以這一個背後政治背景 我們要一併了解 美軍當然有他這一個 需要加速提升 甚至在台海作戰上面 有一些新的作為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 如同這個基金會所評估 這麼的弱 其實我認為有更多的客觀指標 可以來這一個做研判 那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中國對台的威脅 這步步提升 那美國的參議院 不管是外交情報委員會 特別是先前提出 台灣政策法的這個梅蘭德資 還有包含像參議員盧比歐 都直言說 未來美國必須要把嚇阻列為 這一個對中國的嚇阻 列為最首要的任務 所以剛剛談到說NDA2023年的這個修正案的版本提到說 本來先前要對台無償65億 現在一口氣要增加到100億分5年來講 而且很特殊的是中間每年20億來說 中間有3億 那願意提供給台灣自己 就是國建國戰或國防自主來使用 另外17億則採購美軍的武器裝備 同時也準備把這一個美國的戰略物資應該加速 直接在台灣建立儲存庫 那轉移給台灣來預作準備 那台灣自己的部分當然也做了非常多 特別這兩天 這個棚防部在模擬 這個解放軍可能用37的方式去奪戰澎湖 所以在進行一項所謂的正江操演 那出動的包含像M60A3 還有包含像CM21 那還有像15的榴彈炮 各式的這個反登陸的作戰 都在演練之中 那當然更重要的就是最近中共的基建 不斷的這一個進逼台灣的情況之下 先前被問到說何謂所謂的第一級 台灣要如何來做自衛反擊 那國防部長邱國正已經談到說 今天無人機也形同這一個 有人機等航空器只要入侵擬空 台灣就會進行自衛反擊 那當然在這過程中會示警會鎖定 但是他講了一句非常強硬的話 能打下來就打下來 那這恐怕是過去國防部以來 針對中國的威脅最強硬的一句話 那當然主要的目的也是要嚇阻 這個中國未來可能對台的步步入侵 那2027年到底未來情勢會如何演變 我認為是一個動態發展 包含美軍的實力會不會再加速增長 台灣自己的防衛能力能不能 這個持續的強大 解放軍是不是能夠達到習近平 2027所謂建軍百年的這個強軍目標 這些恐怕都還有非常多的一個變數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中國二十大召開期間 美國那一部反中鷹派 現在直接定掉中共政權是流氓政權 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 而最大的威脅頭目就是習近平 他被國會的強硬派議員 直接稱呼為流氓獨裁者 好 流氓獨裁者究竟如何圍堵 軍事科技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所以一方面美國國會要強化 台灣的軍事跟國防的佈局 另外一方面在科技的追殺 只會越殺越凶 越殺越大 好 各位觀眾朋友 剛剛看到的是CNBC 最近天天製作中國跟台灣的專體 其中科技是很重要的議題 所以剛剛兩位國會議員 他基本上捍衛的政策就是 圍堵中國科技戰一定要打到底 那打到底當然包含了半導體5G通訊 以及太空戰跟衛星 而無獨有二 事實上這兩天就直接傳出來 SpaceX它事實上可能明年提早抵胎 而且這個佈局最重要的核心是擔心 一旦中國封鎖台灣的話 那衛星通訊就是非常重要的依據 特別是要突破封鎖的時候 面對共產黨這樣一個流氓政權 習近平這個一個全世界和普丁並列 兩名的獨裁者 美國現在的主流意見就是說 要全面的保衛台灣 讓鞏固台灣之外 另外一個是設法在全方位的 削弱中國的一個實力 所以除了實體上的軍事 要做一個加強的投射和部署能力之外 科技能力也是要對付共產黨 這個流氓政權 他們一個核心的關鍵 所以他們也剛剛在議員裡面就講 科技除了晶片之外 還要持續的徹底的追殺下去 封殺下去 讓中國全方位的在科技上 回到十七時代 這樣子是降低習近平動武的一個野心 而另外一個對台灣方面來講 也要抗衡到 習近平如果解放軍硬聲稱要鎖台的時候 各種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從烏克蘭在這裡面就看到 通訊像全世界通聯是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而最新的消息是 我們剛剛成立的數位部 已經在2023 2024編了5.5億 這裡面就是要開始去測試 如果台灣在緊急狀態之下 有沒有能力用低軌衛星 建構起快速的緊急的通訊網 而這個時候呢 就是SpaceX很可能2023年 就可以來到了台灣 預計是先設在地面上 台灣有700多個站 然後在附近的國外 再設三個站 看到時候我們有沒有能力 可以透過SpaceX這樣一個心裂 像烏克蘭一樣 不會被封鎖資訊 和各種的情報的一個連結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其實我們先前也講過 大家都很擔心一件事情 台灣靠對外的聯絡 主要就是海底電纜 而這海底電纜呢 我們都那麼百分之九十幾都依靠它 而這海底電纜要嘛是地震 要嘛有時候是漁船挖掉 甚至於是刻意的去破壞 我們就會斷掉 所以我們的通訊 其實有相當的一個脆弱性 所以這個時候透過一個 像Apple像SpaceX都會發現 透過這種低軌衛星就沒有地理的死角 不管是極地荒野或山里面 你如果這個訊號還有基地建構得好的話 你都可以快速的去補救 所以這個時候是不是SpaceX這樣一個科技 這樣一個能力就該把它建立 可是金融時報也特別提出一個警訊 台灣要注意叫做心裂之亂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太依賴了伊隆馬斯克的SpaceX 你就看到最近伊隆馬斯克就講說 烏克蘭他的這個心裂也不可能無限期的提供 無限期的供應 這個時候反而會有數位依賴的問題 所以要去討論台灣 是不是要做自己的台版的一個心裂 而在台版心裂裡面 對我們來講當然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因為我們現在發射衛星 還沒自己沒有能力都依賴美國 然後先前的時候我們科技部有算過 只在台灣上空 大概是需要12到13枚的低軌衛星就夠 可是如果現在是一個習近平要打台灣封鎖 而且我們需要美國日本還有各種的類似印太北約 這時候如果要跟他們都有通聯 資訊更完整要200顆 而這200顆我們有沒有能力快速的打造 這是一個狀況 然後另外一個當然是台積電 還是核心中的核心 而這個台積電這個晶片的狀況是說 其實它的衝擊也開始講說台灣要知道的是 如果打下去還會有更大的一個政府 還有更大的一個衝擊 中經驗的裡面就來分析是說 其實晶片盡力恐怕會擴大到其他的科技產業 而最中心的台積電 他除了魏哲嘉也下了鬆口令 就是說美國呢可能會要求他 所以他確實台積電也要考慮 增加在海外製程的一個分配的一個配額 原因是什麼 半導體的不具名的高層講說 其實任何的大企業都有一個退出方案 如果有風險的時候就掉出 而美國先前會放出來用專機 再走台積電的工程師 很可能接下來會要求交出前百分之五 跡象 關鍵工程師要先列出個名單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我們來講的一個衝擊 當然會更大的 而這科技站一直打下去的話 不只是科技股受傷 台積電雖然在中國 它的整個營收只有占了百分之十一 可是輝達AMD 還有很多包括代工業 他們很多的這些美國客戶 他們都是中國客戶 在這個禁令之下 恐怕我們的經濟上受的影響 我們的代工業 各個產業 都會持續的在擴大東西 好 那董老師剛剛講到 台灣的電子業者被逼到這裡 被迫一定要選邊站的同時 事實上美國還在強化 台灣的國防安全 那這裡頭最主要的核心當然是 習近平已經作為21世紀 這一個最獨裁的獨裁者之後 整個美國社會 對於中國全面的調整 那特別二十大之後 如果習派跟他的槍桿子更穩定的話 那確實不應可能的判斷 北京攻台的時間表可能直接提早 現在怎麼看台美中 未來三方的關係會怎麼互動 其實現在有三個不同的切入角度 你如果是從美國拜登政府來看的話 那其實這兩天都有記者去分別去訪問白宮 那個國務院發言人 那他們呢他們的回答都很有趣 第一個 二十大 這個是中國內政 美國不評論 可是呢 國務院的發言人後面 就特別講了 認為習近平 他會對台動物深切的 這一種關心 台海的安全的問題 布林肯講的就更明白了 布林肯不是說嗎 他確認 這個習會加速 習近平會加速武力攻台的時間表嗎 這句話什麼意思 就是說美國拜登政府 已經對中共二十大定調了 定調了就是 就是布林肯的那一句話 那布林肯這樣講 是基於說 是要善意的提醒台灣 還是說呢 是要恐嚇習近平 還是有其他的考慮 我覺得這已經不重要了 美國擺出來的態度 就是說我管你中共怎麼說 我就是這樣認定你 好 這是一個方面 那你如果從習近平 他自己的角度 尤其從二十大的政治報告 來說的話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 那種習近平 還是想要以和為貴 有 譬如說 這個報告本身 這個國際記者 都已經注意到了 他有至少十個反對 針對美國十個反對 說反對霸凌 反對強權政治 單邊主義 反對霸權 不過 當他在談未來的 中國所謂的新時代的外交 第一句話 世界和平 共同發展 要友好合作 然後呢 當然後面才會講那些 什麼反對 冷戰思維 反對干涉外國內政等等 那你如果看他的習近平的對台這一部分 最重要是三個反 第一個 反台獨 第二個反分裂 第三個反干涉 其實這三句話各有不同的含義 反台獨是什麼意思 就是反 以民進黨為主的那些主張主權獨立的人 這個叫反台獨 反分裂是什麼意思 以國民黨為主 拒絕接受統一的人 這個叫反分裂 反干涉是什麼意思 以美國為主的 介入台海事務的那些國家 其實不止美國 那剛才講過 現在有三個版本 現在人士 這個有三個版本 習一人流 然後呢 其他六個全部換新的 這是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 習 跟另外 這三個老人流 換四個新的 第三個版本 五個老人流 換兩個新的進來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你無論是哪個版本 開完會以後 結束以後 新的權力結構上台之後 擺在習近平眼前 最嚴重 最重大的問題 是你中國內部 自己的經濟跟社會的問題 就是說那個市通橋 那個布條 所講的事情 它其實是反映了 中國人民普遍的心聲 就是說呢 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解封的問題 就是你這個動態清零的問題 那為什麼 整個中國人民 持其筆弱的 要解封 要自由 你要自由 幹什麼 因為快活不下去 你為什麼活不下去 因為不能去賺錢 失業的一堆 那你這個動態清零政策呢 你把所有的生產交易交換 全部搞得都快停擺了 大家快活不下去了 所以說我認為 無論是哪一個什麼班底 新的班底出現了 就看你怎麼解決 你過去兩年的這一種封控 所帶出來的一系列的 還包括中美貿易戰 這些一系列的 對你中國內部的經濟跟社會 造成嚴重的挑戰 這些問題趕快先解決吧 所以我最後一句話是這樣講 二十大一開完 我們就要看二十一大了 等二十一大 中國的情勢 國際的情勢 會比較明朗化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內部反中英派 直接把中國的政權 定調為流氓政權的同時 把習近平直接定調 貼上流氓獨裁者的標籤 這個標籤不是我貼的 也不是本節目貼的 事實上是美國國會議員貼的 貼的同時呢 全世界正在看 今日普丁當然可能是明日的習近平 可是美國方面發出了非常強烈的警告 警告俄羅斯事實上有可能發射核彈 那當然全世界也擔心 如果普丁走向這個末入 那習近平也跟著走向的時候 究竟會怎麼辦 好 事實上剛看到全世界擔心台海戰爭 跟習近平的獨裁大權的同時 事實上普丁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政治夥伴 但是普丁現在真的有可能走向絕路 是沒有錯 其實美國從九月開始就不斷的警告 其實不只是讓俄國警告 同時也向全世界警告說俄國 普丁可能在這個節節敗退 走向末入的同時 最後狗急跳牆來發射核彈 那近期這樣的跡象越來越明顯 包括幾個地方可以看出來 第一個就是說 每年的十月中旬 其實俄羅斯都會進行所謂的 這個叫做雷霆的核彈試射演習 那現在美軍發出警告說 這一次這個 在俄羅斯的這個所謂的雷霆演習 很有可能發射可稀式的核彈 來進行一個演練的動作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演練還是轉移 變成是正式的這個攻擊 這是讓美軍非常非常擔憂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 其實北約 從17號開始到30號 為期兩個禮拜也有一場 這個類似核武的演習 叫做這個堅定政武 那當然外界會認為說 北約這樣子的一個準核武演習 當然是針對雷霆演習 或針對普丁 不斷的被警告說可能發射核武而來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就會想到說 包括普丁也好 包括克林本宮的發言人也好 都在近期再三的強調 如果北約 來對俄羅斯進行相對應的攻擊的話 那俄羅斯不會排除使用核彈反擊 那換言之其實感覺上俄羅斯在這個部分 做好了相當的準備跟相當的決心 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跡象就是說 基本上在俄羅斯又再次的強調說 過去烏克蘭四周納入俄羅斯之後 他強調說如果有人敢要襲擊這四周的話 他這些領土是俄羅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俄羅斯也會使用核彈來進行攻擊 除了這三個跡象還有一個最大最大的跡象 為什麼引起大家的恐慌 是在今天早上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 突然間無預警的發了一個撤僑通知 而且撤僑通知八個大字 讓人觸目驚心 叫做安全至上生命至上 他發起來就告訴什麼 告訴住在烏克蘭的中國人 趕快撤離烏克蘭轉往第三國 中國不會無緣無故發這樣的通知出來 那突然間發出來 當然是有核戰的一個跡象可能性出現 所以從這些東西來看 看起來普丁是不是有可能在傳統武力 節節敗退沒有得使用的時候 最後走向衝突末路 造成全面核戰的爆發 好那明傑 這一個俄羅斯的這一個戰役 到底會不會拉到核戰 確實全世界高度戒備 因為中國撤僑跟白宮發出警告 都是非常嚴重的訊號 我想這一個普丁只要在俄羅斯掌權一天 這核武威脅恐怕就難以解除 因為特別是這一週開始 不管是北約進行一場 這個堅定政務的核演習 俄羅斯也同步在進行雷霆的核演習 那美軍的官員透露說 這一個接下來俄軍非常有可能發射 所謂的核飛彈 不過核飛彈我們的解讀 就是說基本上非常有可能 是可以搭載核子彈頭的 這一個載具本身 就是說不攜帶核彈頭 但是包含像這個沙爾瑪特或亞爾斯 這種洲際彈道飛彈的測試 就是有可能這碗爐過去 美軍用這義勇兵三型的不帶核彈頭 直接打到這一個馬哨爾群島附近的靶區 類似這樣的動作應該會出現 因為特別談到說 雙方在這個NEWSTAR這一個 核武裁解的條約裡面 有要求對方如果要測試核武 必須要告知這一個雙方 那現在美軍官員講到說 目前並沒有收到俄軍正式類似的告知 換句話說類似的載具測試會有 會不會攜帶核彈頭 美軍當然是全面在這個警戒 所以我們看到除了這個俄羅斯 他這個雷霆演習 其實包含他最近在挪威的邊境 也部署了高達11架的 這一個戰略轟炸機 全部都可以攜帶核武 包含7架的圖160 還有4架的圖95MS 那還有包含像其實水下看不到 不管是北風之神 可以攜帶R30這些潛射 這個洲際彈道飛彈 這些核武都有可能在這個 雷霆演習裡面進行測試 那北約也開始在年定一項叫維穩計畫 那在模擬說如果今天俄羅斯 對這一個烏克蘭 甚至歐洲地區動用核武的情況之下 要如何來自一個疏散所的難民 那還有包含像美國的這個物理學者 在John Hopkins這個學校 有一個叫法蘭克爾 他就去模擬說如果今天 俄羅斯對烏克蘭動用核武 到底傷害有多大 還有兩個不同的層面來分析 第一個他模擬說今天如果是用這種 5000噸這種核當量屬於戰術核武等級的 如果他的爆炸威力是大概1.5公里平方 這樣的一個威力的情況之下 對整個戰場其實並沒有太大注意 因為整個惡物的戰線長達 將近上千公里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只能造成局部的一個 這個毀壞或損傷 但是如果今天把 譬如說2萬噸核當量 那等同於當年投在長期的這個核彈 這個拿來攻擊基輔的話 恐怕瞬間就會造成至少3.1萬人死亡 6.5萬傷這樣的一個 這個對烏克蘭的威脅 所以這個部分他談到說 不過就算動用核武 把這些烏克蘭的區域都摧毀 情況之下 第一個核輻社不談 俄軍自己目前來講兵力不足 彈藥也不足的情況之下 恐怕第一個沒辦法推進 第二個也沒辦法有效佔領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普丁本身來講 到底是不是能夠真的贏得俄武戰爭 其實恐怕也有很大的存疑 那所以最大問題還是在俄軍自己 兵力跟彈藥上面的不足 不過現在沒有人敢輕忽 這個普丁可能動用核武的可能性 那特別是普丁前幾天才講說 他對基輔不會再進行大規模攻擊 特別是對基輔已經投擲了 這個200枚以上的各式精準彈藥 之後結果沒想要隔兩天 又動用無人機對基輔攻擊 所以說話不算話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談到說 普丁只要在俄羅斯再位一天 這個核武的威脅恐怕都難以解除 好那我請教維航 一方面俄烏進入了一個長期的持久戰 另外一個台北市的選戰也很焦灼 但是今天正傳媒有新的民調 這個民調能然是一個焦灼 但是藍綠互相攻擊的是 雙方都想要操作棄保 對 沒錯 這個最新的正傳媒的民調 大家的看點有兩個 第一個陳時中再次排到第三 雖然陳時中那邊說 我還是在領先極端 不過在正傳媒的這份民調中 講話拿到31%左右 陳時中23%中心夾個黃珊珊26% 好 那這個數字 比起正傳媒9月初做的那一份 陳時中和黃珊珊互換了 那為什麼會互換 這個就有解釋的空間 不過 那最近也有這個河濱公園淹水啦 還有陳時中那個這個重燈啦 就是會不會影響到 大家有各自的解說 不過我來看一個技術面的問題 在同一份民調中 就我講的第二個重點 他特別去問你最不會投給誰 這個是問一個討厭子 這個問題叫做下個月會不會去 台北市長投票 會不會 然後他特別還問你呢不會投給誰 對 就是你最討厭誰的意思 你把這個問題放在前面 他這個討厭子就被激發出來 陳時中會高才有鬼 大家都知道嘛 他的討厭子一直都在五成上下左右 要嘛四成多要嘛過五成 他有這個壓力鍋在 所以即便是在這個數據裡面 甚至出現四成二 就是最不會投給陳時中 不管是哪一邊 最不會投給陳時中 那如果看到他的民調細項 甚至你還會發現 連民進黨都有3%的民進黨支持者 不投給陳時中 這就凸顯了一個問題 就是最後如果你要玩氣寶 人家就可以去玩弄 哎呀如果你不氣寶 就會讓陳時中上 譬如說陳時中沒有發動權的 他都變成蔣萬安在發動 或黃珊珊在發動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 那這一個民調 是不是帶風向民調 與其說是帶風向 不如說就是幫黃珊珊鼓勵的味道 實在是非常的濃 那就是帶氣寶 哎對 那我要強調了 這個這個民調也凸顯出 陳時中的困境 還是在於年輕選票 他年輕選票實在太弱 都只有十幾% 甚至四十歲以下 嚴格來講 這個輸給蔣萬安 有將近15%左右 那過去民進黨之所以 可以再連續兩次大選 都能夠 就包括公投 還有總統大選 都能夠壓制 主要就是年輕選票的 最後灌注 但現在顯然這些選票 有一些去了蔣萬 要注意喔 去了蔣萬 也有絕大多數 跑到黃珊珊那一邊 那如果要去煽動氣寶 這些人 他本來就顯示 強大優力性 應該就是針對這些人去氣寶 可是他們也討厭陳時中 在這樣的狀況下陳時中就更沒有排K1 所以我認為雖然我聽到民進黨那邊 他們還是嘗試試圖要在最後的一個月 去打一些特定的議題 嘗試把年輕人換回來 但是我認為可能和先前宣稱的 抗中保台一樣 喊出一個口號 但是並沒有真正的推力 也就是他們想要的效果 可能到最後都出不來 就是說地方選舉 通常不會拉高到國家層次的議題 對 這個議題太大了 變成國家層次的議題 如果要轉化成地方票 那可能轉化率就會變差 對 那更簡單的舉例就是說 如果你選一個里長 選一個里長 也沒有抗中保台 他統獨的立場 可能比他的那個水溝跟水電服務 好不好 在垃圾車旁邊看得到人還比較重要 所以變成他的那個抗中的牌 事實上不容易有高度的轉化成地方選票 對 他的落實性就會 人家會覺得說 那具體來說是什麼 那你頂多都講說 不要辦個這個兩岸之間的任何活動 雙城會談 或是其他的互訪活動你都不辦 可是這就覺得說 這好像不是我出門投票的動力 因為現在的重點就是投票率會太低 然後關鍵選票不願意出來 他覺得這個選舉 無商大雅 誰上都沒差 講話上沒差 話上沒差 如果陳宗會上搞不得出來 所以目前看來就是缺乏激情 那玩弄仇恨值的部分 我覺得雙方也已經玩弄到 招勢有點用勞了 大家有沒有已經都已經弄 什麼停工車閣啊 那個闖紅燈啊 這種這是小貓小狗的事情 我認為後續這種爛戰 反而只會讓投票率更加往下彈 好 我請教敏鳳 你怎麼觀察現在的發展 現在發展就是說鄭存美這份民調 如果都是用戴力安自己做的來看的話 他10月上旬有做過一份 就是三個人很接近的這一份 那這一份跟今天發表的這一份 情況就變就差很多了 就是角彎灣大概有漲3% 然後這個陳時中跌了4-5% 那黃山山基本上小跌1%左右 幾乎就沒有動 那可是他聲稱這個民調是在 禮拜一跟禮拜二做的 那禮拜一跟禮拜二做是全部都在 淹大水的這個情況之下 那就要解釋說10月上旬到10月中旬 這一份民調裡面會重要影響 除了這兩天是大水的事情比較影響 那中間沒有什麼大事啊 因為那個周遇寇的效應已經過去了 那到底是什麼因素 為什麼黃山山跌這麼少 然後陳時中是大跌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看起來 就是說看起來就一直在 包括柯文哲一直在吹 所謂的氣城保皇 氣城保皇這個動態 我覺得這個民調就非常 非常有這種feel 好 你說你認為這個民調有機構效應 我不是說有機構效應 然後偏向黃山山 偏向民眾的 但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問題 我也 因為鄧立安的公信領 像是也是不錯 但是我只是不曉得 為什麼什麼因素會強過這兩天 這麼強的所謂水災的因素 然後會讓這個黃山山都不動 然後陳時中大跌5% 那它裡面有講一個 下個月會不會去投台北市長的投票 會去投的一定會是77% 加上可能會已經到91%了 台北市有可能投票率那麼高嗎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覺得台北市很能趕 對 我覺得根本不可能 不過一定會77%我都覺得不大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民調 我不曉得 就是說 當然是觀察 那當然 好 那等個唱 所以這個民調也可能有 政治帶風向的這一個味道 那我問你 那就你個人現在的判斷跟觀察 現在的處境是什麼處境 現在我問起來還有看 一個大學做了民調兩千多份那個 還是一樣就是蔣萬安跟陳時中還是糾結的 那陳時中是落後的嗎 陳時中是落後的嗎 陳時中本來是落後的 可是周一扣的事情之後變回來了 可是都在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陳時中跟蔣萬安事實上是交左 而且在誤差範圍內 對 就是說你周一扣的事情之後 蔣萬安可能是34 陳時中可能是31 那現在回來之後 陳時中可能是32 然後那個蔣萬安可能是30 好 就這樣 就這樣很難算 因為這樣到最後拚誰的票投的比較多 對 就是變成年卓度比較高了你就會贏嘛 那黃申申在我問過總部的民調問過這個總部的民調 沒有大部分都在20左右 有些是低到20 可是這份民調黃申申都特別高 那你這樣就是配合柯文哲的 如果你你民調這樣民調符合起來的話 柯文哲說他看過一個民調 黃申申已經黃安已經第二名了 陳時中已經第三名了 所以大家要契承保皇 那就是這個民調就是符合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嘛 那你究竟可以契承保皇嗎 我很懷疑 我也很懷疑 因為所有討厭柯文哲的人都不會 都是陳時中的支持者啦 那你覺得討厭柯文哲的人 會去投黃申申嗎 尤其是黃安這一次水災 他也支持了柯文哲的說法嘛 所以說在這種民調裡面 我不曉得就是說是怎麼樣一個情況 但是我覺得跟我認知的情況 好像不是陳時中不一定會贏 但是有沒有調到那麼低 我覺得這個東西 而且我認為契承保皇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難操作 根本操作不起來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